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很多人认为像东条英姬这样等级的肯定也会选择自杀 因此当时有的记者已经写好稿子 就等着东条英姬自杀后第一时间发表出去 当时日本国民很多人都情愿让东条英姬自杀 因为东条英姬三个儿子安然无恙 东条英姬却在打仗七点 不断地鼓舞其他人的儿子去打仗送死 不过东条英姬一点连耻之心都没有 东条英姬嫌抛肤太疼 选择用手枪了解 没想到打偏了 没死 可能是当时是怕死故意的 1946年5月 东条英姬和一系列战犯 被抓上了法庭受审 经过长达两年的审令 最终判决了绞刑 执行时间是在1948年11月23日 总共是七个人 在东条英姬死后就开始活化了 当时因为火葬场厂长 受到其他群众的煽动 本来是打算将这些人的骨灰给转移走 没想到被美国大兵发现 最后无奈之下把七个人的骨灰混合在一起 全部给扔到了太平衙里去了 虽然东条英姬他们这些人的骨灰已经找不到了 但是在战争结束之后 日本人还是将他们的灵牌 给放到了神社里面去 现在的人评价东条英姬 都认为东条英姬是一位战争的忠实拥护者 但是同时有怕死是个胆小鬼 是一个十分矛盾的人 其实当时东条英姬也没办法一个人发动战争 背后有天皇的兽艺才如此的 不过总不能拿天皇之罪吧 所以只能够委屈了东条英姬 最后这张图是东条英姬 向中国人民谢罪的铜像 有人说必须要弄一个天皇的铜像 向当年南京大屠杀的冤魂们谢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